这系统在昨天再度出包 是四个月来的第三次了 频率相当的高 而内政部也出面回应 请相关的承办厂商 要检讨自己的问题 而承办护证系统的公司是谁呢 是中华电信所转投资的 是资拓红宇 那么曾经在2014年 成绩的时候就有出包过 甚至现在爆出有资安疑虑 如今接下来看到 众志要上路的是 非常敏感的数位身份证 那其中系统维护标案 是由中华电信10亿元标下 其中护证相关部分 就委由这间公司来建制 也让外界担心 个资有没有外线的疑虑 承办护证系统的厂商 资拓红宇就隐身在这一栋 灰色大楼的11楼 最初有楼下的资车会独立出来 股东包含中华电信等科技公司 2020年初中华电信将持股比重 从原本三成增加到五成二 成为资拓红宇的最大股东 中华电信 然后是那个研发工业电脑公司 还有赵峰 但2014年资拓红宇接手承办护证系统以来 屡被质疑 当时就传出把软体程式外包给中国公司 2011年到2019年 承包多项中国资讯工程业务 刚爆出子公司荣立 曾经承接中国业务 甚至传出使用中国设备 而对此资拓红宇出面验证澄清 全部都是在本地厂商 那我们的案子也没有外包到大陆的任何厂商 绝对是谣传 股东的结构都算是健全 那也回归到国内来 所以在资安的上面 我们也最近也连续跟他们开过几次会 要求在资安的这个等级一定要落实 资拓红宇强调权势谣言 不过2014年尽管爆出护证系统不稳 但内政部后来还是发函表扬 不过另一方面反开政府标案 2009年到2014年 承览政府标案417件 2014年后开放资料将近400件 甚至有许多都是限制性招标 中资色彩传言挥之不去 更让资安问题引起外界疑斗 资策会将Spinno出来公司 那当时是因为要协助政府 整个政府单位一个资讯化 要写很好的proposal 然后要去跟评审委员会做简报 国际关系敏感时刻 加上护证系统与新市身份证 攸关国人资料 就怕资安受到冲击 更扯上红色视力 外界都用放大镜来严格检视 记者综合报道 大人花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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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ed by 碍